大家好,欢迎走进风子说体育 今天我们继续来说一下 昨天晚上中国队沙特的这场世界杯预选赛 中国队全场只有两脚上门 而沙特有17脚 凡是看过全场比赛的球迷 大家都知道 两队的差距到底在哪里 船空完全是两码事 中国和沙特完全是一个地上一个天上 所以两支球队存在着很多环节的差距 中国队昨天晚上是够拼了 每位球员都是拼得非常厉害 像高准一到最后时刻还抽筋 严俊玲也是奋献了几次关键的铺就 所以中国队昨天1比1逼平了沙特队 比分没有输 精神面貌也没有输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 差距还是很大 昨天的一个进球却是有些偶然的成分 虽然说沙特队的进球也是通过定位球 但是我们纵观全场 沙特队创造的机会要比中国队多得多 我们看足球比赛 不能看最终的比分 而是0比0 1比1 比平了对手 哪怕这场比赛 中国队最后以1比0战胜的对手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比赛场面上我们完全是被动的 这就是我们向沙特队学习的地方 沙特队技术非常的细腻 传控那个节奏感非常的强 中国队只是依然拿球 其他人都在看 感觉这个意识方面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中国中创的环境确实有一些慢 节奏有些慢 我们希望现在这些优秀的国长们 能够走出去 去流洋 去欧洲踢球 去和国外的欧洲的一些快节奏的先进水平的球队 一起训练 一起比赛 这样才能提高整个国家队的水平 如果大批量的国角还是在中超联赛效力 我们一出来打比赛 然后就露了真本事 就是不行 节奏感太慢 是被对方压着打 我们很羡慕日本队打澳大利亚 那种掌握感 那种掌握全局的感觉 我们希望中国队日后 也能够在场上面对这些强队时 也能够有所改变的 不然的话这样老是被动挨打 真的很伤中国球迷的心 好了 这期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